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带梅子香味的糖醋排骨 我们需要排骨500克,生姜5克,葱3根,梅子干3-4克,黄酒30克,冰糖60-70克,生抽30克,水果醋50克 冰糖取决于你喜欢的甜度吧,可以多一点少一点 我们先把这个干梅子泡在黄酒里头,让它释放一下味道 然后我们来切3-4片生姜 葱白部分把它切成葱段 绿色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切碎,切成葱花 买来的排骨切成基本大小一样的块,我这个买来就是切好的 我就是看一下把它们都弄成基本上一样大小就可以,这样熟起来比较均匀 看看基本上都差不多了,我们把它放在凉水里头烧开,逼出血水 然后就可以盛出来待用了,这个一定要用凉水煮,然后它的血水才会出来 洗一个油锅,我们来炒糖色 我这里放的是冰糖,你用白糖也可以 这个注意一定要用中火,火太大了容易炒糊了 火太小了呢,它糖又不容易化 你看到糖全融化到油里头就可以下排骨了 这个时候动作要快一点,因为它会影响它的油温 糖容易结块 然后把梅子酒倒下去 再下果醋 我们再下老抽 现在开始加水,我这里加了有250毫升的水 然后把姜片和葱段都放下去 一般做糖醋排骨喜欢用香醋 但是因为我们放了梅子嘛,所以我会建议用水果醋 这样能带出它梅子的那个果香味 大火烧开以后呢,小火炖煮 大约25-30分钟 试一下肉酥烂了,就可以开大火收汁了 你看这个颜色已经非常漂亮了,是吧 出锅之前呢,趁热,烹上两勺香醋 因为你在煮的过程中嘛,把醋味都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呢,烹上两勺香醋就可以提味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了 就可以起锅了 我们先把葱段和姜片都剪出来 这样装盘比较好看,不会有一些煮烂的葱和姜在里头 现在我们就可以装盘 你可以明显看到炒糖色的时候颜色比较淡 一收汁,它的颜色就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撒一些葱花装饰,也可以撒一些芝麻 看自己喜欢 某喵表示对用糖醋做排骨非常不理解,非常鄙视 配上一点梅子酒 非常完美的一道梅子香味的糖醋排骨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,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